网友回来继续Focus 攸关我们全人类生存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就要登场了 在登场前夕 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4号发布了7000字的叫宗座劝狱 其实是时隔了很久 这是2015年之后 他再次向世人发出劝狱 警告气候变迁带来的恶果 而且直言无讳地点名 向美国在内的富裕国家对于节能减碳努力不够 而最近上映的纪录片叫 在旅途中方济各的朝圣之旅 把教宗方济各上任10年来 一共奔走了53个国家 全球走透透 专门深入弱势的社会底层 扛起了天主教会过去或正在经历的各种风暴和责任 所以也有一说 说这位教宗是反向朝圣 他专门向弱势底层靠近 而也不忘鼓励下一代 要把信仰的力量化为人生生命的奋斗目标 世界主教会议4号在梵蒂冈展开 向来勇于变革的教宗方济各再度打破樊梨 首次允许女性投票 让罗马天主教会在决策中更具包容性 教宗也在4号发表7000字的宗座劝欲赞美主 痛批气候变迁是人为因素 而我们采取的行动还不够 教宗这番乱世劝言 加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最新报告指出 今年恐怕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都让五号范蒂冈气候变迁讨论会气氛更加凝重 不断唤起世人对各项社会议题的关注 是教宗方济各上任十年来所做的努力 记录片在旅途中方济各的朝圣之旅 记录二零一三年才刚上任 就立刻启程前往意大利蓝沛杜沙岛的教宗 为海上难民被当成人 求打抱不平 当他所任命的治理主教包庇性经案发生 民众在街头愤怒抗争 原本强调要看到证据 裁员表态的教宗方济各 选择放下身段向民众公开道歉 无论天主教会过去或正在经历的风暴 他都一肩扛起 二零二二年出访加拿大 为过去教会管理的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 强迫童话的行为公开致歉 与以往的教宗作风大相径庭 方济哥相信应该要让教会走入人群 他的反向朝圣贴近各国社会底层 在智利和墨西哥他呼吁让受刑人也能有尊严 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相当有感 他持续奔走 二零一五年访问菲律宾主持弥撒 吸引六百万人风雨无阻来到现场 穿着轻便语衣 教宗在人群中聆听信徒们的祷告 为当地人带来慰藉 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他在空无一人的范利刚广场前 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 当乌俄战争爆发 教宗战上火线 向常人领导者普清喊话 向来直言不贵 尤其在造访美国时登上国会演讲 教宗方济各直指美国贩卖致命武器 造成其他国家战争 是厚颜无耻的行为 记录片在旅途中 方济各的朝圣之旅 将教宗十年的努力浓缩集结 希望借宗教力量抚慰人心 同时也不忘激励下一代 要将信仰的力量化为生命的奋斗目标 QBS新闻综合报道